美国芝加哥地铁车厢被用黄色封锁线层层包围 因为这里发生枪击案 根据ABC报道 劳动节假日这天凌晨五点半 芝加哥地铁蓝线列车抵达终点站 结果工作人员一上车却发现命案现场 吓得赶紧通报警方 三个人在场场上死 另一位在60年代的男人 远到医院去医院但不逃避 初步调查显示这起案件 发生在两节不同车厢 受害者是睡在地铁上的街友 嫌犯疑似趁他们打瞌睡时 开枪射杀 随机犯案可能性非常大 同天在纽约下午两点半左右 约五千人在庆祝西印度群岛嘉年华 开始游行后不久也传出枪响 至少有五人遭枪击受伤 其中两人恐怕有生命危险 由于去年的嘉年华游行 也发生过两起枪案 还有人遭砍伤 纽约警方今年格外加强安检 没想到还是发生意外 警察呼吁民众提供募集影片 协助待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